当地时间8月10日,美国西甲图塔克马机场的一架飞机,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起飞,在被战斗机追踪拦截后,这架飞机已经坠毁,据美邦消息,机上当时没有乘客。 据塔克马机场官方推特消息,一名航空公司的雇员,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,驾驶一架未载客的飞机起飞,飞机在当地的皮吉特湾南部坠毁,目前,塔克马机场已恢复运行。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官方推特特,已经得知这次未起飞的消息,这是该公司下属Horizon Air一架Q40明星号的飞机。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下属的当地媒体Kero7电视台主持人John Masley在推特上表示,一名消息人士称,他所乘坐的飞机在塔克马机场起飞,到一半是突然刹车。 机长说有一架飞机被通了,该电视台的另一名记者Gary Horcher随后在推特上表示,事件发生后,军机主动对飞机进行拦截, 塔克马机场的所有其他飞机都飞进飞。 随后,这架飞机在距离塔克马机场25英里的凯克恩岛坠毁。 目前,飞机驾驶者的身份尚未公布,但Horcher远引空管人员的话称, 他们曾试图让一个名叫Rich的人驾驶飞机安全降落,无独有偶。 此前,美国阿肯瑟州另一名18岁男子在7月4月试图从特克萨卡纳地区机场偷窃一架小型商用飞机。 据当地媒体阿肯瑟在线,8月9日报道,法庭文件显示, 这名男子是想飞至芝加哥,听一名著名书唱歌手的演唱会。 目前,法官要求这名男子接受精神检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赞哦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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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